马荣在微博上晒出最新自拍照 网友觉得变漂亮了 就在刚刚马荣在他的微博 公益马荣中发布最新微博 说 充满阳光的夏天要来了 并晒出了一张最新自拍照 微博虽然只有一句话 不过却引起了网友的高度关注 不少网友惊呼 马荣怎么变漂亮了 马荣在微博发布的自拍照 貌似心情舒畅 自去年8月14日凌晨 王宝强网铺马荣出轨宋哲事件以来 马荣在网友铺天盖地的谴责中 焦头烂额 经历了或许是他人生中最为暗淡的时光 网络上对他的责骂和各种评论 简直让人目不暇接 据知情人透露 出轨事件被王宝强无情曝光之后 马荣在北京另外找了各地方居住 随后宋哲与他接上了头 两人同居一室 网友创作的马宋神徒与马荣 共同面临风暴的还有王宝强的原经纪人宋哲 网友不但强烈谴责 他作为一名经纪人丧失了骑马的职业操守 竟然还把主资的老婆一并拐走了 甚至有网友表示 宋哲唆使马荣 两人一起转移了王宝强的大量财产 在强大的信息流面前 宋哲终于沉不住气了 在某处的办公室内提来两麻袋现金 并发微博称 都说我坑了 王宝强的钱 我像是个缺钱的人吗 吗 王宝强的表情是跟马荣有关吗 今年2月13日 马荣声称成立马荣工作室 并注册了新微博 声称正在筹拍公益影片 我们来了 不过小编注意到 马荣工作室自2月13日成立至今 里面仅一条微博 也就是注册成立 马荣工作室当天发布的那条 之后暂未更新 不知道马荣是实在太忙 还是已经忘记了 他有过这么一个微博 发布自拍照后 马荣微博的部分评论 马荣在微博晒出最新自拍照之后 共收到99条评论 18个赞 一人转发 纵观网友的留言 小编感到有些刻薄了哈 咱们是绅士和淑女 说话掌握点儿艺术 你觉得马荣这最新的自拍照漂亮吗